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明,继续来播讲苏俄的DH英 我们接着来讲苏俄早期对外情报工作在财政上的混乱情况 上次我们说到了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 向共产国际就递交了他们所编制的1928年的预算 但是呢,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皮亚特尼斯基 对于中共方面的这个预算是不满意的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极具依赖性 皮亚特尼斯基呢,专门为此向共产国际递交了报告 在报告里他写道,在很仔细的看过预算之后 我得出结论,预算编得非常奇怪 例如,他们用线的数量乘以应给线委的银元数 于是得出了应给省委的数量 但问题是,有那些线委吗? 县委真的都需要钱吗?这些都没有考虑 这意味着有多少线就要按多少线拨钱 报告中附上的支出报销单 没有指明钱具体花在什么地方 他分裂了四栏 谋省党的工作费用 工会工作的费用 革命战士救济费和特别开支 美约用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支出 按照以下的方式计算 被关押者四千六百人 每人每月三元 供需一万三千八百元 家庭一万户 每户四元 供需四万元 共计呢,是五万三千八百中五元 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被关押者 所有的家庭都需要救济 他们没有救济行不行 这些都没有考虑过 我不知道是否可能 给他们提供所请求的 用于所有工作的数目 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不对他们的预算 进行认真的讨论 就不能给他们拨款 因为经验证明 我们给各党越多钱 他们就越不愿意到群众中去 和群众打成一片 而这份报告中流露出来的意图 就是这样的 让大量的同志由党来供养 建立庞大的机关 为此需要的一切资金 都完全的从我们这里获得 我认为满足他们要求 就意味着会毁灭他们这个党 但是即使有这样不满的意见 1928年6月12日 皮亚特尼茨基还是从莫斯科 通过电报 指示拨给中共中央 四万五千美金 那么到了1928年12月下去 中共中央就接到了通知 说1929年 拨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 进行了削减 而这个削减呢 自然就引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专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 信里面说 莫斯科的拨款不能削减到每月六万元以下 另外军队调动需要的钱 每个月达到了两万四千元 因此给中国共产党的支出预算 每年应该不少于一百万元 1929年2月12日呢 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向中发 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去了电报 希望代表团能够尽力的答应给中国的钱增加 电报还表示希望 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能够竭尽全力 说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增加对中共方面的拨款 在电报里呢 向中发是这么说的 以前我们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的代表阿尔诺同志商定 他将给我们两万的专款 用于加强宣传品的印刷工作 新的印刷厂本来很快就要开工 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 并且付了少量的定金 殊不知阿尔诺同志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禁止他拨给专款的电报 他服从了这个命令 改变了他自己原来的决定 这就让我们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 因为我们已经签了合同和订货 那么1929年2月27日 中共中央从上海又寄出了一封 对削减中国共产党的拨款表示不满的信 这次呢 是直接写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信中说 由于敌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 大量的工作人员已经拖挡 最近两个月 21个省的省委已经被破坏 其中包括满洲 直立 河南 山西 陕西 山东 湖北 福建 浙江 广东 湖南等省的省委 在一些地方 中共省委委员无一例外都遭到了迫害 集成党组织的情况更加糟糕 所以这封上海来信报告斯大林 为了建立新的组织 需要人和资金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困难 在这封信里 不止一次的呼吁 苏联需要用钱来帮助中共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资金不足 中央委员会十分的需要钱 在这封信里 中共方面用非常恳切的语气这么写道 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努力奋斗 并且立行节约 使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开支 缩减到最低限度 但是我们仍然无力克服财政上的困难 我们知道党的经费应该来自群众 而不是来自其他什么地方 我们更清楚用钱买人革命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会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这在理论上完全清楚 我们在实践上也努力的去做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使我们无法从低潮中开展工作 而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却忽然要削减我们的预算 我们知道过分庞大的预算 可能导致党的腐化 我们也知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资金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资金困难如此之大 我们无法凭我们自己克服这些困难 所以这封信中呢 就希望斯大林能够建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恢复之前拨给中国共产党的预算数目 而且呢 为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 应该拨出专项的补充资金 那么这封写给斯大林的信 最终还是产生效果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开始考虑当时中共方面所面临的情况 不过在1929年9月30日 雷里斯基从上海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寄来了一封密信 在这封密信里呢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经常抱怨莫斯科的拨款过手 在信里雷里斯基这么写 我们很难说他们的抱怨是否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报销的情况 无论是我们还是阿尔诺 都曾经几次请这些中方的同志 提供报销的单据给你们寄过去 但是没有结果 他们无疑缺少资金 在全中国很好的开展工作 他们有18个省 去这些省要花很多钱 他们有一支红军 出版四种机关报 印了很多的传单 我没有说谁应该给钱 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的手段 得到钱 但是他们暂时无力去做这些 因此缺钱 会影响他们工作的开展 不管怎么样 我无法想象削减他们预算的结果 这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只能得到预算中极小的比例 缩小编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开会 为此需要专门的房屋 而这也需要很多钱 根据后来逐渐解密的档案 我们可以看到 苏方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金额 从1921年每年6000元 一直到了1930年 已经扩大到了45万元 那没有这些援助 中国共产党未必能够生存下来 一直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 莫斯科方面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拨款 到底应该多少的议论 还在不断的进行 其中呢 皮亚特里斯基一直主张 对中国共产党的经费 应该进行削减 但同时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的成员雷里斯基 他却反复强调 应该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拨款 1930年5月18日 向中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再次给斯大林写信 提到了有关中共方面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专门提到 中共方面党的工作 已经遭遇到了窘境 由于经费困难 转移暴露后处于危险中的机关 联络员出差 为各省的组织提供经费 营救被捕的工作人员 这些都不能够及时进行 里面特别强调说 在白色恐怖的条例之下 用金钱营救被捕者 比过去更加的必要 如果经费过迟的送到 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那么中共方面在经费上出现困难 这不仅仅是中共方面的来信 在进行陈述 当时苏联在中国的情报部门 也从各个渠道 向苏国农阳反映这个情况 比如说 共产国际远农局的成员 中共农阳军事顾问团的领导人 共同红军司令部第四部的工作人员 盖利斯 就曾经向 莫斯科红军司令部第四部的负责人 比尔金写信 里面专门提到了经费问题 信中写道 中共中央没有钱 装来特请我 向你提出这个问题 和帮助他们 我们认为必须帮助 因为中国人的经费情况 的确是不太好 共产国际渠道的钱经常收不到 而开支却很大 比如说 中共方面的印刷厂失势了 为建立新的 需要一万墨西哥元 相当于三千美金 而留员的牺牲 主要是因为没钱买房子 所以被寻补房发现 现在工会工作 要求很多钱和其他的物资 我请求再寄四千元来 而这笔钱 是为了开辟固定的交通线 以及护送人员和指示 去速区 1930年10月28日 盖利斯又从上海 通过军事情报系统 给别尔金本人 寄去了一封绝密信件 信中再次提出 中共共产党的经费情况 十分的困难 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钱 无法保证 完成面临的监局任务 信中盖利斯这么写道 在苏区 各红军都有贵重的物品 可以换钱 比如说 从那里回来的 一个通知报告 红石军积攒了 可以换 十万墨西哥元的金珠宝 其他部队 也有这些贵重物品 但是在目前的 联络条件下 不能指望上海 能够从那里得到什么 当地苏区不缺钱 但他们至今 都无法帮助上海的党中央 当时中国中央缺钱的情况 导致盖利斯每一次 和周恩来见面 周恩来都要提钱的问题 那么当共产国际 在中国负责拨款的代表 阿尔布雷希特 被从中国召回之后 那么1931年初 替代他的 就是化名牛兰的鲁德尼克 那么鲁德尼克 担任这个职务之后 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情况 就有所改善 一个最明显的进步呢 就是金额不再用 墨西哥元结算 而是用美金支付 这就避免了汇率的差异 但是好久不长 1931年7月31日 鲁德尼克在上海被捕 这就是当时轰动上海的 牛兰事件 但是鲁德尼克的被捕 这就使得共产国际 向中国共产党 转交经费的渠道被破坏了 所以莫斯科方面呢 开始寻找向中国人 转交钱款的其他方式 当时皮亚特尼斯基 甚至横向联系了 驻中国军事情报的代表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佐尔格 在他给佐尔格的电报里 说得很清楚 希望佐尔格能替他们 向中国方面转交拨款 在此之后呢 随着国民党在上海 和其他国统区 统治越来越严格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 大部分领导干部 就全部逐渐转移到了 苏区和红军中 那么经费的情况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共的领导人 不用再那么依靠 共产国际的拨款 尽管共产国际的拨款 还在继续 实际上当时各苏区 和各红军 钱款还是非常充裕的 1931年5月7日 盖利斯在汇报工作的时候 曾经说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次 一个历史很可疑的人 被派去见赫龙 在赫龙那里 待了一些日子 然后又被派回上海 赫龙当时 让他随身带了三万元 支援党中央 不过这个人呢 却拿着这笔款项 逃出夭夭了 那么当中共中央委员会 提出资金支援问题的时候 很短的时间 就从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 赫龙军团各处 收到了20万元 不过这些并不是银员 而是金银定 那么各地的红军表示 这样的支援 之后还可以继续 不过随着莫斯科方面 和中共中央的电报联系 出现了中断之后 共产国际 给中国共产党的 正常的财政援助 也就逐渐停止了 直到红军经过长征 到达陕北之后 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才得以恢复